大家好,我是Will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和一幅画有关 这幅画的来头可不小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画作之一 它就是《蒙娜丽莎》 如果你去法国巴黎旅游 卢浮宫几乎是必居的景点 它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拉河北岸 始建于1204年 曾经是法国的王宫 在这里居住过50位法国的国王和王后 到了1793年 它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对公主开放 如今的卢浮宫是一座世界知名的博物馆 位居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 另外三大博物馆分别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和圣彼得堡的阿尔米塔斯博物馆 在卢浮宫博物馆里 有三件传世的正馆之宝 它们分别是古希腊雕刻家 阿里山德罗斯的雕像 断壁的维纳斯 希腊化时期无头雕像 圣灵女神像 和文艺复兴时期名家达芬奇的画作 蒙娜丽莎 每年有近千万的游客来到卢浮宫 专程为了一睹他们的芳容 卢浮宫镇馆三宝之一的蒙娜丽莎 被单独挂在一面墙上展出 外面有玻璃罩 中间设置了安全隔离 享受着最高级别的保护 参观者只能远远地欣赏那迷人的微笑 这幅画并不算大 它高77厘米 宽53厘米 是直接画在白羊木板上的 画中描绘了一位表情内敛的 似笑非笑的女士 因此她的笑容被称为 最神秘的微笑 这幅画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 耗时约四年完成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达芬奇 他的全名是 利奥纳多 迪皮耶罗 达芬奇 他与拉斐尔 米开朗基罗 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 达芬奇大约从1502年的时候 开始创作蒙娜丽莎 直到1506年左右完成 他采用了运图法的绘画技法 把最容易表现人物情绪的 眼角和嘴角 通过光影和明暗 而不是用线条来表达出来 因此在眼角和嘴角处 就会显得有些朦胧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 非常流行的肖像画绘画技法 后来有人通过X光 对蒙娜丽莎进行分析 发现他的眼角和嘴角处 竟然多达三十几层的超薄油彩 每层厚度不到两微米 并且每画一层 都要等之前的一层完全风干 可见达芬奇的绘画功力深厚 才造就了蒙娜丽莎 那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 作者达芬奇不仅仅是一名画家 而且是天文学家 解剖学家 发明家 数学家 建筑家 音乐家 地质学家 植物学家 动物学家等等 正因为达芬奇太博学多彩了 使得这幅画现得更加神秘了 人们对他有着各种神秘的猜想 有人发现 这幅画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把蒙娜丽莎和达芬奇本人拼接在一起 显得毫无违和感 有人甚至还指出 在这幅画里 隐藏着外星生命的痕迹 如今人们对于这幅画的研究 已经不仅限于艺术的范畴了 越来越多的猜想 使它变得越来越有名 事实上 这幅画在早些年的时候 远远不像现在那么有名 在1911年的时候 这幅画发生过一次失窃 正因为那次失窃 才让这幅画变得有名了起来 那么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窃贼是如何从卢浮宫 偷走这幅旷世名作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1911年的8月21日 1911年8月21日 这天是星期一 巴黎的人们和往常一样 各自忙碌着 按照惯例 星期一是卢浮宫的闭馆日 游客是禁止进入的 只有馆内的工作人员 和维护人员才能进入 不过对于卢浮宫的保安来说 这天是个好日子 他们大多数是一些 年纪较大的退伍老兵 每到周一闭馆那天 由于没有游客 他们就可以打打瞌睡 偷偷懒 卢浮宫有一位维护人员 叫做文森佐佩鲼甲 她是卢浮宫的一位临时工 这天早上 佩鲼甲已经做好了准备 决定在这天采取行动 偷取这幅矿式名画 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 这是卢浮宫的统一工作服 和平时一样 他很自然地走进了卢浮宫 由于身穿工作制服 因此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显然 他对馆内的各条通道都非常熟悉 并且很清楚地知道 每一幅画的位置 那个时候的蒙娜丽莎 远不如现在那么有名 并不是单独陈列的 而是被挂在另外两幅名画之间 左边一幅是意大利画家 提香的作品 婚姻的预言 右边一幅是意大利画家 克雷乔的作品 圣凯瑟琳神明的婚礼 此时的佩鲁甲目标很明确 他要偷的就是中间这幅 蒙娜丽莎 他左顾右盼 见没有人 就用两只手抓着画框 一上一下 非常熟练地 把画从墙上取得下来 在当时的卢浮宫 把画取下来维护 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 有时候画甚至还会被送到 管外的摄影棚去拍照 这幅浮宫哪里傻 是画在白羊木板上的 并不是画在油画布上的 所以没办法把它卷起来 藏在身上 佩鲁甲环顾了四周 见没有人 就拿起了这幅画 准备逃跑 为了方便携带 他从画框上取下了画 把画框扔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整个盗窃行动 进行到这里 都非常顺利 然而当他通过原计划的淘宝路线 离开的时候 被其中一扇门挡住了 佩鲁甲发现身上的钥匙 并不能打开这扇门 这是他意料之外的 情急之下 他拿出了随身鞋带的螺丝刀 想把门锁拆下来 没想到他刚拆了一半 只拆下了门把手 就传来了脚步声 有人 过来了 他赶紧把蒙拿里傻 面朝内靠在墙上 把拆到的门把手 藏在身上 坐在了地上 此时一位名叫索维特的水管公 从楼上下来 他看到门把手不见了 就问坐在地上的佩鲁甲 有没有看到 佩鲁甲回答说 他也不清楚 他也是刚刚到这里的 于是水管公就用自己的钥匙 打开了这扇门 出去后 又把门锁上了 佩鲁甲看这扇门走不通了 只能原路折返回去 换另外一个 有保安职守的出口 不过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 他的运气不错 虽然出口有保安职守 不过却在呼呼大水 于是佩鲁甲就抓住了 这天赐良机 成功地带着蒙娜丽莎 逃出了卢浮宫 此时 蒙娜丽莎应该出现的位置上 只留下了四颗钉子 讽刺的是 由于蒙娜丽莎和另外两幅画 放在一起 管内又有那么多名画 所以在星期一的一整天 竟然没有一个人 发现这幅画 已经消失了 第二天 有一位名叫路易斯·贝鲁德的 法国画家 提前预约好星期二 来临摹蒙娜丽莎 可是当他来到蒙娜丽莎 原本应该在的位置时 却发现这幅画不见了 于是他马上把这个情况 告诉了保安 保安说 小伙子你别着急 画不见很正常嘛 可能是被谁借走了 一会儿我帮你去问问 随后 又有一个人在角落里 发现了蒙娜丽莎的画框 这下保安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蒙娜丽莎 被偷了 于是保安立刻报了警 然而发现了太晚 给警方的调查和搜捕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二天一早 欧洲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纷纷登出了卢浮公 被偷了一幅蒙娜丽莎的新闻 在当时 报纸几乎是唯一媒体 新闻爆出后 即便是对艺术一窍不通的普通人 看了这个报道后 也知道原来卢浮公 有一幅名画 叫做蒙娜丽莎 当时还有一些报道 把蒙娜丽莎的配图都弄错了 可见当时这幅画并不是很有名 不过就在一夜之间 这幅画的知名度疯狂的飙升 它的风头盖过了世界上 任何一件艺术品 由此可见 想要出名 总得经历些什么 接档报案后 巴黎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卢浮公宣布闭馆一周 以配合警方的调查 警察在遗留的蒙娜丽莎画框上 提取到了一个指纹 这个指纹正属于临时公佩卢甲的 不过当时的巴黎警方 并不知道这个指纹属于谁 于是他们就采集了 卢浮公所有工作人员的指纹 然后逐一进行比对 以此来找出偷画的窃贼 然而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不知道是管方还是警方的低级失误 他们竟然忘记采集 临时公佩卢甲的指纹 所以警方始终找不到 匹配指纹的人 佩卢甲在成功偷走 蒙娜丽莎后 就把她放到了自己的家里 每天吃饭的时候拿出来 一边吃饭 一边欣赏画中美丽的女子 虽然这幅画不大 但由于是画在白杨木板上的 所以藏匿起来并不太容易 后来警察果然就找上门来 想要调查一下 看看她家有什么可疑 佩卢甲见警察来了 赶紧把画放在桌子上 用一块红色的布盖住 警察进来后 和佩卢甲进行了简单的交谈 这时候那幅画 就在离这位警察 身手可得的距离 然而警察却没有发现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 警察对佩卢甲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后 发现这个人看上去 不像有什么作案能力 没有什么可疑 于是就走了 巴黎警方失去了一次 最好的找回画作的机会 巴黎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也没有什么头绪 这件案子让他们黯然失色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这件艺术瑰宝 从卢浮宫消失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到了1913年的夏天 也就是蒙娜丽莎被盗的两年后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有一位古董收藏家 名叫阿尔弗雷德·杰里 他突然收到了一封 署名为利奥纳多·V的信 信中说 他手上有两年前 法国卢浮宫仪式的 蒙娜丽莎真品 因为自己很爱国 所以要将这幅画 决限给自己的祖国意大利 信中人要求这位古董收藏家 支付5万里拉的费用 还强调这么做 绝对不是为了私利 而是纯粹为了让这幅画 能够重归故土 显然 利奥纳多·V是一个画名 用的就是达芬奇的名字缩写 这位古董收藏家 看完信后 觉得事情非同小可 直觉告诉他 写信的人不像是骗子 于是他就写了一封回信 约定了时间和地点 准备见面 于是两人就在一个宾馆 顺利见面了 这位利奥纳多 从背包里取出的蒙娜丽莎 展现在了古董商 阿尔弗雷德的面前 阿尔弗雷德对于各种艺术品 是颇有研究的 他拿出了蒙娜丽莎真品的照片 和一个放大镜 仔细地将眼前的这幅画 和照片做比对 尤其比对各处颜料上的军裂纹 因为这些自然形成的军裂纹 被称作是画作的指纹 是很难被模仿的 此时利奥纳多把这幅画反了过来 说 放心 这幅画绝对是真品 你看 这是达芬奇当年在背面留下的自己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古董家经过再三比对 顿时激动万分 发现每一条颜料上的军裂纹 都对上了 这幅蒙娜丽莎 绝对是真品 错不了 于是对利奥纳多说 我回去准备一下钱 毕竟处理这样的话 要小心为妙 利奥纳多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就同意了 这位古董家出门后 并没有去准备钱 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报警 随后两名意大利警察 就来到了宾馆 人赃病货 当场逮捕了利奥纳多 原来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利奥纳多 他就是两年前 卢浮宫偷取画作的临时工 佩鲁甲 在法庭上 佩鲁甲坦言 自己在卢浮宫工作的时候 就爱上了画上的人 甚至于后来找的女朋友 也是因为像画上的人 他解释 盗取这幅画的原因 是出于爱国热情 一定要将这幅 拿破仑掠夺的画 归还意大利 不能让他留在法国 旁听的意大利民众 听到佩鲁甲 如此慷慨这样的辩护 都沸腾了起来 对他的一番说辞 表示了赞同 法庭上的消息传了出去 全意大利的民众 都把他视为了民族英雄 在他被捕后的一段时间里 还有不少民众 送去了慰问信和礼物 一位盗取画作的窃贼 能受到如此的拥戴 事实无前例的 不过这位佩鲁甲 一定没怎么做好功课 这幅画并不是拿破仑掠夺的 在达芬奇晚年的时候 受到了法国国王 弗朗索瓦一时的邀请 他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从意大利来到了法国 随时携带着 许多心爱的画作 其中就有这幅 莫娜丽莎 达芬奇在法国去世后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时 就买下了他所有的画作 莫娜丽莎就被收藏在了 丰丹白鹿宫 后来卢浮宫重新整修完成 这幅画作就被移到了卢浮宫 不过当时的意大利老百姓 哪懂那么多 舆论是一边倒的支持佩鲁甲 最终法庭采信的佩鲁甲 由于爱国而道化的理由 判了他一年零十五天的监禁 最终他在狱中复兴仅七个月 就被提前释放了 意大利议会对这幅画的去留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终决定将这幅画归还法国 这个消息一出来 又震动了整个欧洲 大家都知道了意大利政府 将归还法国一幅名叫 蒙娜丽莎的话 这几年间 关于蒙娜丽莎的新闻 已经上了无数次的报纸头条 原本案情到这里 就该结束了 在蒙娜丽莎失窃案发生的二十年后 也就是1932年 一位名叫瓦尔菲尔诺的诈骗犯 他在北非卡萨布兰卡的一个酒吧中喝醉了 然后向一个叫做卡尔德克尔的美国记者 说出了一个秘密 说他才是当年卢浮宫 盗取蒙娜丽莎的幕后主使 佩鲁甲只不过是他雇佣的 这位酒后土真言的瓦尔菲尔诺 是一名艺术诈骗犯 他觉得靠卖一张蒙娜丽莎 赚不了几个钱 于是他就派佩鲁甲进入卢浮宫 把蒙娜丽莎偷走 只要他成功偷走就行了 至于真品去哪里了 他根本不在乎 这样瓦尔菲尔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卖手上的蒙娜丽莎的赝品了 和他打交道的 都是一些十分有钱的买家 他只要说自己手上的 是卢浮宫被偷的那副真品 一定会有人相信他 而实际上 他手上的那些全部都是赝品 道歉而发生后 果然那些买家都信以为真 买到赝品后 还在家里偷着乐 觉得自己买到的 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蒙娜丽莎真品 最终 这位瓦尔菲尔诺 找到了六个美国买家 成功卖出了六幅蒙娜丽莎赝品 简直比卖真话还好赚 赚了一大笔钱 由于事情过去太久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已经无法考证 然而可以确信的是 在道歉案发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仍然有人坚持称 自己收藏的蒙娜丽莎 才是达芬奇的真品 这也是为什么总有人说 卢浮宫的那幅蒙娜丽莎 是假的 无论如何 蒙娜丽莎正变得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有名 这幅画上有更多的秘密 等待人们发现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的 这起道歉案 才造就了这幅画的今天 如果要问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幅画是什么 我相信 很多人一定会说 是这幅画 蒙娜丽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